各位好 这位先生在我们车站是雷帆 那在车站发生的状况其实有三起 那其中第一起是不愿意戴口罩 那第二起是对我的人身攻击 那第三起就是这次影片所呈现在前天 他在车站抽烟被我解除契约的一个状况 那第一起的话他是在 我们一样在这个月台 一月台然后在月台上他不愿意戴口罩 就如各位可能在这影片中稍微可以看到他就带下巴掌 那经过我们劝导之后 然后他还是不愿意配合 因此我就针对铁路法给我们授权 还有一些法规我们的契约方面的一个规定 对他进行解约这样子 那解约之后他当时也是一样的就赖着不走 那可能就看定了我们不可能对他进行拖拉的动作等等的 等等的一些方式 那当然我们也是有当时也有承报给警察单位 那他可能听到警察单位要来的时候才慢慢的 拖泥带水的离开这样子 那第二次的话对我的人身攻击的话 一些话语是不堪入目的 不过我认为是在我的职权所在 不太属于公众利益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我在观察看看这样子 所以也没有做任何的一些后置的糾举举发等等的 那第三次的话就是在前面所发生的他在车站吸烟的一个状况 那当时他上月底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位先生又来了这样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密入器给他打开这样 那后来发现他慢慢的除了在他原来的我们月台上大概五车位置 在开他烟盒 还有这个槟榔等等的 所以我就开始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后来他就往我们月台的南端一月台南端一车以外的一个区域去 我不晓得做什么东西 所以因此基于我们的月台安全我过去看一下 发现他在抽烟 那抽烟非常大 不过也很瞬间因为他被我发现之后他就 不晓得烟地或地往那边 所以我们变成苦无证据 只能说凭就我个人看到他抽烟 那个整个这个范围都是烟的一个情况 但是没有影像记录这样 所以这后续的话无法对他做益害防治法的一个 一个检举这样 那他违反我们的法规之后 我们有权对他进行解约 解除契约不让他搭乘 那他一样的跟在第一次的状况一样就是赖着不走 就是说有点像是 你奈我何的这种感觉虽然我们有叫警察 那在操作站的话 我们这边是没有派驻这个铁路警察的 铁路警察是远在15公里外的屏东车站 所以有时候有些治安问题 或是比较一个紧急情况的方式的话 情况的话是很难得到公权力的一个强制力的帮助这样子 所以他就一直赖着不走 然后并且边走边对我做一些人身上的威胁恐吓等等的 那至于因为我们在车站工作久了 车站是一个小型社会 所以一些威胁恐吓的话我们在做正义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很习惯的这样 不会生胆怯的这种心理 但是在昨日我们同事反映说他也在跟我们同事讲说他在车站的车道那边有等了 有找了四五个他朋友准备要来对付我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观察这样一个情况 是不是违反形式上的一个要件 那在昨天的话警察单位也有打发给我说 这个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要做一些笔录做一些开罚等等的 那因为我检视我的影像的记录 那发现说针对他抽烟 比如说有没有手持烟蒂或是嘴巴涂烟等等这些情况是不清楚的 我认为是不清楚 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事情就算了 因为毕竟我们在证据率上会比较薄弱 那在在辛劳这些挑警察 然后再转交给主管机关 在开罚可能开罚不了的话 可能会有些就觉得是行政的效率上的浪费时间 那不过我相信这位旅客如果他一直不改善的话 我们一样的会在持续对他做一些观察 毕竟我们在车站的管理上需要说是一个良善的一个环境 让其他旅客在搭车上也是安全全的 那我们车站也不能歇烟嘛 免得到造成火灾那等等的一些危害等等的 所以我们陆续观察 那在第一次事件之后 跟他比较熟的一个阿桑 他也有在我们车站 那时候也是在同时间也在搭车 他是跟我说这位先生 他本身也是可能有那种形式记录 那在当时他们乡亲那边 我记得他阿桑是说他在加东那附近 也是造成乡亲间的一个困扰 那当然这种社会上的一些状况 真的是需要公权力介入 以上跟各位报告 谢谢 谢谢 谢谢